不少人喜欢吃糖果 但您一定没想到糖也能成为火箭的燃料 嘉义县北回二馆太空教育馆 日前邀请阳明交通大学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带领亲子制作以固态糖为推进器燃料的小火箭 并成功发射 一起去看看 3 2 1 在倒数声中小朋友用力按下开关 火箭拖着尾烟骤燃升空 随后火箭落下 现场响起一片惊呼和掌声 嘉义县长翁张良也到场 与小朋友一起体验火箭发射的乐趣 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就是很开心 很期待等一下要放火箭 让他们自己对太空闪生兴趣 那未来在求学过程当中 自己去探索 或是引发他更多的创造力 跟更多的想象 糖火箭的话 他其实是比较有实际上火箭发射的那种感觉 他会有声音啊 然后他飞起来有烟雾这样子 在大哥哥详细解说指导下 亲子一起动手做小火箭 先把锡卡纸跟后纸板做成机身 再彩绘图案 制作过程中 小朋友都觉得尾翼难度最高 因为要剪来剪去 然后折来折去 然后你没折好可能会失败 后面这个 尾翼很难折 尾翼也是硬 它是用锡卡纸跟后纸板 把它粘贴而成 那使用的推进系统是 固态糖燃料 就是它是用糖当然料 重量很小 它大概一百多克的重量而已 然后飞行高度大概是三到四层楼 嘉义县北回二馆太空教育馆 为了庆祝开幕主题展 特别举办小火箭体验活动 报名参加的19组亲子当中 最远来自花莲 除了带领小朋友 体验发射自己动手制作的小火箭 太空馆还把福尉5号7号 发射火箭模型搬到现场 同时展出卫星操控中心复刻板 让大家一窥太空科技的神秘面纱